这是超越甲斗最华丽的结局 同时这也是三维星骑士 以及天道最悲哀的剧场版 故事开始在七年之前 有一颗来历神秘的陨石 突然急速地坠向地球 致使地球引起大范围爆炸 并且受到陨石的影响 在陨石周围的很多城市 不仅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就连水资源也变得短缺 此时在爆炸的废墟中 刚刚恢复清醒的天道 听到一位叫小旭的女孩 向父母发出求救的声音 出于女孩叫小旭的缘故 陨石的影响 水资源不仅十分的匮乏 还带来外星生命体猿虫 为对抗猿虫的大举入侵 人类中的高端组织在 研究出假面骑士系统 可尽管有着骑士的加入 但猿虫的数量实在太多 人类一方还是陷入绝境 并且更让人绝望的是 在高端组织在本内 出现反抗组织的骑士 并自称为在的新生组织 画面一转在七年之后 那位长大成人的天道 开始前往某一处区域 而刚好路过的迦鹤 注意到天道前往的方向 乃是新旧组织的激战地 便示意天道停止前进 但天道表示自己的路 肯定要由自己决定 与此同时在前方阵地 原有派系的组织在 正向新组织展开围剿 经过数分钟的扫射后 随着新组织的车辆损 车内的人员开始逃窜 但最终还是陷入困境 这时原系的大河与使车 想扫除残党之田等 不料迦鹤美意外出现 是与双方一起消灭猿虫 致使听到此话的大河 主动放低姿态 感求回归 谁料之田完全由言不尽 导致双方大战一触而发 随后两人召唤出昆虫迷 同时变身为骑士的姿态 紧接着大戒也立马变身 同时一旁的使车和加赫美 也随即变身骑士的姿态 随后之田变身的引斗 主动迎战大河变身的同斗 而变身骑士姿态的大戒 与使车和加赫美展开对决 凭借着上一世的运气 闯入到几人的视线内 接着天道念动起咒语 表示他就是行天之道 总撕一切的男人天道总撕 说完后天道召唤昆虫仪 并在放下昆虫仪的同时 以练习两年半的手速 加入到几位骑士的交战 眼看天道如此的装逼 三位骑士果断冲向天道 谁料天道紧紧略微出手 便在几回合的战斗中 把三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展示完自身的实力后 天道跳向夕阳的场景地 并表示只要价钱够高 就会为谁闪耀太阳的光辉 见天道执意前来碍事 双方只好暂时性停战 但刚刚目睹一切的支田 已经打算和天道合作 因为天道不仅战力强悍 而且在天道的眼神里 看到一股深深的黑暗 与此同时憨厚的加赫美 在餐厅老板的鼓励下 准备向交往的小婿求婚 但加赫美实在缺少勇气 以至于吞吞吐吐的言辞 难以说出全部的意思 这时刚刚钓完鱼的天道 致使加赫美的行动中斗 随后加赫美向他说道 我要加入支田的组织 支田只是用和平当谎 谁料天道已经接下价钱 更何况弱肉强食的世界 只有强大的人才能活下去 此时小婿来到此处 质疑起天道刚才说的话 可天道直言进化的法则 加赫美上前搀扶小婿 可小婿以不舒服为由 管言拒绝加赫美的好意 而看到这一幕的天道 表示之所以和支田合作 为的是瓦解新组织 因此需要加赫美的配合 随后天道向支田说道 利用宇宙的轨道电梯 可以通过制造传送空间 把彗星吸引到地球上来 再加上彗星式游冰组成 水源便可以重降地球 然而水源被原组织控制 双方的形势也会清醒 片刻后加赫美及时汇报 表示把天空之梯的计划 已经向天道合盘托出 毕竟计划也不是机密 还不如借机利用下天道 更何况对于使车而言 知晓在组织中留有王牌 可以转瞬间扭转战局 同一时间之前询问天道 是否听过黄金骑士的传说 因为黄金骑士还未开打 交手的人就已经完蛋 现场只剩尸体和花瓣 此时约会中的加赫美 想要向小旭表露内心 可小旭处于某种原因 想要拒绝加赫美的心意 这时天气突然转凉 加赫美见状去拿衣服 不料随着加赫美的离开 有几只猿虫突然袭来 好在天道及时抵达 而天道变身战斗的声音 很快被加赫美察觉 经过几回合的战斗后 褪皮的猿虫突然闯入战场 结束眼前的战斗后 天道随即去寻找小旭 不料经过片刻的寻找 却发现小旭昏迷倒地 随后天道把小旭报警 这时加赫美及时打来 便是一加赫美通知医院 然而经过医生的检查 两人得知小旭的生命 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 但加赫美难以接受真相 因为七年前的陨石事件 不仅带走小旭的父母 就连小旭如今也要离开